这个系列,就是真是敬拜的系列 还没可以分享上天华宇之前 我跟讲个笑话 有个男人很怕老婆 还有个男人很怕老婆 一天他老婆当着客人面前跟他吵架 并给他的老公一个巴掌 然后为了面子 这个男人就转胆的大声哄叫 对了,你敢再打我一跳 然后他老婆年轻两年不用想再给他 那个男孩子,那个男子就认住了 认为这样的方式,吓不到他老婆 然后就在那边讲 既然你能够听话,我就饶你一次吧 这教话讲什么 这教话就是爱面子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本来你被打一个耳光了 你再多讲就被打两枝耳光了 所以要付出代价 今天我要跟你讲敬拜的代价 让我们复习啊 前几个星期我所讲的真实的 系列,敬拜的内容 敬拜在希腊言文叫什么 来考试一下 希腊言文叫 Prosponeo 什么叫Prosponeo呢 Prosponeo的意思是 我来到耶稣的脚前 然后跪下来 kiss他的脚一下 这叫敬拜 所以你看哦 每次我们来到教会敬拜 我们的心态和我们态度 有没有Prosponeo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面 来到耶稣的跟前 脚前 然后跪下来 kiss耶稣一下 而不是那种 这首歌唱的好几遍 有时候歌啊 唱了好几遍啊 有一个危机 所以教会常常换新歌之样 因为熟了嘛 你就不用看 那个projector 不用看那个歌词 也会唱啊 也算不用 已经 你已经知道 心里面知道那首歌已经 所以你就可以东张西望 你已经是很不专注了 换新歌有时候是好事来的 所以我们鼓励常常唱新歌 所以呢 还有敬拜是一种生活 敬拜是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所带出来的结果 就是因为你 你客户神 你仰望神 你要敬拜祂是每一天的生活 然后才能够产生的出来的结果 敬拜是因为我们客户祂的存在 敬拜也是因为我们爱慕祂 如果你没有爱神 你没有爱耶稣 你觉得这个敬拜的过程 那半个小时是很难过的 哎呀 到底完了没有 牧师有讲到讲那么长 你知道吗 所以敬拜是一种 你对神的渴慕和爱慕 敬拜的对象是天父 所以说我们要敬拜 因为我们要敬拜这位天父 如果有任何的东西 有任何的事物 比这个东西还要重要还要大的 哎呀牧师对不起 这个礼拜我不能来 你就是在拜偶像 那个东西比你 比天父还要大的 啊牧师我这个礼拜真的不 哎呀不是我不要 我真的不能 当然我也知道 你真的有时候 有时候也真的很不能 但是任何 这个是一个你自己衡量 你自己心里面打分数 他说如果我们对 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是天父 如果操演这个事情的话 你就是在拜偶像 然后我们也提到 重建大伟藏目的重要 什么是大伟的藏目呢 什么一点没有 他有什么特色呢 大伟的藏目里面呢 只是一个夜柜而已 其他东西没有了 夜柜代表什么 夜柜代表神的同在 大伟重建是因为他深深知道 敬拜也不可以没有神的同在 没有神的夜柜 所以他经历了千辛万苦呢 从仇敌的手中啊 躲回夜柜 在归途中 就是回来的 途中呢 出了状况 大伟呢 在神的面前 悔改认罪 然后以神的方式 把夜柜抬回来 为了大伟为了得着上帝的同在 他付出了什么 大家我们来看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 一二三 耶柜的夜柜在家 和人 而别移动家中三个月 耶柜吃福给 而别移动和他的全家 台耶柜夜柜的人走了六步 大伟就献牛和肥羊为祭 大伟穿着喜马布的以弗德 在耶柜面前极力跳舞 阿们 他们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下面你 把以下的讲章 讲到的事件叫做 给你求主你分别为圣 把听的人和讲的人都分别为圣 让我们来释放你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主啊 敬拜你的心意如何 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懂得付出正确的心态 正确的态度 付出这个代价来敬拜你 主我感谢他命令 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大家 兄弟们大家共一起讲 极重无比的奉献 极重无比的奉献 大伟啊 献上最好最贵 还有最多的给神 我不知道 从俄别移东的家到耶路撒冷 那个路程啊 从耶路撒冷到大伟的战路的路程 有多远 要走多少步才能达到大伟的战路 可是圣经记载说 大伟每六步献羊献牛给上帝 根据圣经学者的评计啊 这个路程啊 用步来算呢 大概要一万多步 如果用这样子的加减成图法 大伟一共献上了一千六百六十六只牛和肥羊 请问一只羊多少钱啊 一只牛多少钱啊 以现在的市价 我有做一些research了 对了我不是卖羊卖牛的 为了要了解大伟奉献的有多少 以现在的市价一只牛 一只公牛的市价一只要三千块马币 羊呢 小羊 这里是讲肥羊啊 肥羊是养到胖的肥羊 小羊刚出世不久 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六 不知道叫小羊 小羊呢 比现在马来西亚的市价是五百块马币 那么要献上一千六百六十六只的牛 乘三千块 的总额就是你要拖了大概五百万 一千六百六十六只的牛 总共要五百万元 以小羊来计算不要算肥羊先 小羊五百块呢 总共要给了八万五千块 总共加起来呢 牛和羊呢 是五百零八万 又五千块 兄弟姐妹 今天我想问一下 你甘心乐意的奉献 又是多少呢 有时候你说 不是啊 你不知道每次我给奉献的时候 我会有心痛的感觉 对吗 但是我说恭喜你 你做对了 你真的是奉献 如果你的奉献不让你心痛 你根本不是奉献 现在我吃一碗面 不见面 多少钱 撒口音 然后我给的奉献三块钱 这不是叫奉献 因为你吃一碗面 都是三块钱 大尾线上最好的 最多的 也就是最贵的奉献 任何的奉献 任何的奉献 不让你有感觉到心痛 那不叫福利品 上帝不需要我们的死守 因为这里跟我们讲 大尾线上最贵最好 好不好 你跟着我讲 你对上帝吝啬 来一二三 你对上帝吝啬 上帝就对你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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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知道旁边的人说 你对上帝坎坎 你对上帝坎坎 他就对你坎坎 他就对你坎坎 这原则是不变的 当你线上最好的给奉献 记住 这是我从小 我牧师家伙 我做小孩子 我每天 我的零用钱是两块钱 给一块钱 还有一块钱不了 本来我有两块钱零用钱给了 半住现在一半不了 然后我牧师跟我讲 你给奉献 你给到心痛 这就是奉献 而不是死守 所以 尽快的代价是什么 我们看到大伟呢 现在最好的 我们去看下去 大伟的心跟其他不一样 的地方是 他确保给上帝最好的 最贵的也最多的 难怪上帝称大伟为 一个呵护上帝心意的人 因为他感感的奉献 他从没有对上帝手软过 哎呀 给到手软了 OK 哈利路亚 Amen 一个真正爱神的人 是不会跟神斤斤计较的 那 这只是一个参考 如果你明白 你今天所有的一切 所拥有的一切 那都是你的 根据圣经里面的教导 你所有的财富 你所有的财产 你所有的财产 也不是你的 圣经讲 金是我的 银是我的 权力属于耶罗 你的圣经讲的 所以今天你所拥有的 不管你拥有多少 我们不拿来比较 但是 有一样东西 你只是这些财富的管家 你 这不是你拥有的 你是那个财富的管家 当你 当你 懂得 管理好这些钱的时候 上帝就会给你灯火 因为你 你懂 祂知道你是一个 很好的管家 百财富 一个爱神的人 他会把 最宝贵的 现给上帝 他会用他的金钱 时间 精神 给上帝最好的 另外 我要你注意到的就是 圣经讲的 大伟做 大伟 穿着 细麻布的 伊佛的 在耶和华面前 吉利跳舞 有吗 今天你有跳舞吗 不好意思 好像是要 这样跳来跳去 大伟 在神的面前 吉利跳舞 而且 我要你注意一样东西 圣经讲 他穿着 喜马尼的 伊佛德 什么是伊佛德 伊佛德 伊佛德 是做 祭司的制服来的 不是 随便百姓能够穿 伊佛德 要穿伊佛德 必须你是一个祭司 用今天的话来讲 好像是牧师这样 祭司 所以你就要穿伊佛德 我们看到什么 大伟他看中 他看中 敬拜赞美到一个程度 他不假手于人 他亲自来参与 敬拜赞美 圣经说 大伟穿着 西麻布的 伊佛德 在耶和华的面前 吉利跳舞 他虽然是一个君王 他宁肯放下君王的身份 来换了祭司的身份 来敬拜赞美 为什么 因为只有祭司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特不来到上帝面前 宁肯放下他国王君王的地位 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 大伟也是一个 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当中 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大伟是唯一一个君王 既有祭司的身份 也有先知的身份 除了他以外 从上帝再没有给任何的君王 有拥有这三个 三个等次的智慧 他既有祭司 有先知 你看 大伟每次去打仗的时候 他都会求问耶和华 他们也透过祭司 或者先知来求问 他自己来求问耶和华 他站着什么的位置 先知的位置 他在上帝面前 他那个巫灵 土灵 就是国贵的意思 对吧 屋灵 土灵 去问耶和华 所以看到大伟做什么呢 他付出什么 他奉献是给最多 最好 也是最贵的 我们去来看 大伟现在最好 最贵的 还有最多的 最次来看 我们 好不好一起来读 一二三 耶和华 的夜会进了大尾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 以甲从川湖里观看 见大伟王在野火面前 跳跃跳舞 请你就亲自他 大伟回家 要给劝主祝福 扫罗的女儿 以甲出来 他说 以色列王 今日在城湖的地里面前 如露体 如同一个群箭人 无齿露体 一样 好大的荣耀啊 大伟对比甲说 这是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一间天国 在你父和你父的全家面前 立我做耶和华 民以色列的军 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大家 大伟脱掉他的王套 大伟脱掉他的王套 Amen 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啊 是一个懂得放下的人 放下自己的人 放下自己的身份 放下自己的地位 放下自己的成就 放下自己的伟大 统统脱掉 脱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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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首歌啊 脱掉啊 脱掉 大伟是完全把这些都脱掉 爱神的人 是可以放下他自己的骄傲 自己的财干财富 就在神的面前说 离开了你 我什么都不是 没有你 我什么都不能 大伟没有说 诶 我是王帝咧 我是有身份的人咧 大伟看自己 是自己 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 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像大伟一样 有人说 我可能 我也可以 神 不要讲得透 不要讲得那么浅头 等你坐上王位 像大伟王这么 融活富贵的时候 是一个君王的时候 你再来讲也不迟 有些人啊 我做牧师 我做基督徒这么多年 二十多年 我信仰耶稣二十多年 我看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包括我曾经也讲到基督徒 在艰苦困难的时候 来寻求神 他是很诚心的寻求神 上帝啊 求祢保佑我 上帝啊 求祢保护我 上帝啊 大大的祝福祂 改变祂生命 他越来越厚实了 越来越好转起来了 他慢慢的慢慢的把上帝当官了 然后 哎弟兄 为什么这礼拜没有看到你 哎 他没有看到我是很正常啊 我生意这么大 我礼拜前要做生意啊 你以为我这么得空啊 他已经把上帝光了一杆子 我看到很多的这样类似的基督徒 在困难的时候 想到上帝 可是 富贵的时候 好景的时候 就把上帝光了一杆子 大卫没有怎么样 大卫 保持他 以往的身份 人啊 稍微有财有势 之后啊 就不一样 可是大卫 仍然保持一颗 像当年牧童的心态来敬拜神 不要忘记 大卫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 他是 他是在 在草原上 边缘那边来 牧养 羊群的 在大卫的时代 牧养人 或者牧养这份工作啊 将等于今天的MPPP 扫手卡 扫地 是一个很逼近的工作来说 所以 大卫没有忘记 当年在草原上 没有人关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那样的敬拜神 今天啊 当上王位 做了王帝 仍然很坦诚 很 很 怎么说 很真诚 很真诚流露 很 真是 很 那种的活着来敬拜神 把衣服脱掉 把那黄袍脱掉 把衣服脱掉 在众人面前 来敬拜神 连他的老婆啊 迷甲 扫罗的女儿 迷甲是他的 王后 是皇后 连他的皇后 也讽刺他 哎呀 你这个人啊 真的不要跟小 为什么脱口在人面前 啊 为什么在人面前 这么 扑齿露体 好像 清贱人一样 啊 他用 凡话来讲 好大的荣耀啊 你脱光光 保罗 抱罗 啊 sorry 大伟怎样讲呢 大伟说 这是在别人面前 大伟说 我没有在别人面前 脱光光 我是在上帝的面前 啊 脱光光 我是在上帝面前 侧身露体的 坦然的 无坦然的 来到上帝面前 来敬拜他 然后 因为 为什么我要在上帝面前 因为别人我 已经卷选我了 做王 所以呢 我必须 来到上帝面前 跳 脱衣服 跳 大伟好像小孩子 这么样 来到神的面前 讨神实验 在人的面前呢 或许也是丢脸的 有时候我在看 我们的音班 能不能提升一下 歌词说跳舞 可是我没看到人在跳 我们在上帝面前 欢呼跳 可是歌词在那边说跳舞 可是没有人在那边 有的是这样 有的是这样看 有的是站着 连拍摄也没有 有时候 你要跟你表达你讲的话 和你的动作要一致的 因为歌词讲跳舞 你没有跳舞 就是说 上帝说你是真实的 静拜 没有人在那边讲跳舞 可是你在那边说你 不都好像一样 一块木这样 所以可能我们要提升 我们的静拜 你要看到上帝的同载 你特务圣灵 你必须要全程的同路 但为什么我要把这个灯关掉 就是方便你 要人家人家你看你 你看他 用住港路 灯暗掉了 你就可以很自由的 你静拜 不要你旁边的人怎么样 不要你的老婆怎么样 不要你老公怎么样 不要你老公怎么样 比你的男朋友怎么样 比你的朋友怎么样 你来到这里 就是那一刻 就是最好的情况 听 有时候啊 我在家里冲凉 偷偷告诉你的秘密 有时候我在冲凉房冲凉的时候 通常我喜欢在冲凉房 敬拜赞美 我唱个敬拜 我感觉到一半 因为感觉到神的同在降临的时候 我会在那边 直接在冲凉房 厕所那边 跪下来敬拜 可是你说 牧师啊 你那时候你是脱光光的 可以脱光敬拜神的咩 这样不尊重 这个故事 不是测身露体的问题 而是你 你诚恳 你真实来敬拜神的问题 如果你有 以后你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你就明白我讲 如果你在敬拜神 在冲凉的时候 敬拜神的时候 你感觉到神的同在降临的时候 你会来敬拜的时候 他告诉你 你会感受不一样 你会感觉到神很清静 就算我是脱光光的敬拜神 我也不是实际上第一个人 前面还有一个人 叫大伟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到那日 我必建议大伟倒塌的帐墓 主在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议起来 重新修造 像主使一样 使以色列人得以东 所生争于 而所有 身为我名下的满方 使乃行这事的 耶罗佛所得 阿们 大伟呢 做什么 大家讲 创建敬拜 新次序 大家讲 创建敬拜 新次序 以前来敬拜神 是一年一次的事情来的 可是在大伟的账目里面 大伟做了什么 大伟从以前 改革了以前不一样的事情 他总共组织了四千位的夜守 还有两百八十八的歌手 置夜不停 二十小时轮流的来敬拜神 大伟供祭他们 叫他们能够全自的来敬拜和占领祷告神 我正想一天我们的教会 真的能够做得到 现在已经有 穿附带全时间的祷告勇士了 就是 就是他什么都不做 二十小时在祷告的 就是 他的呼召就是祷告 当然他有睡觉啦 不是没有睡觉 有睡觉时间 但是他就几个 祷告勇士轮班的二十小时在祷告 他的工作就是祷告 一天八个小时祷告 有的是用电话的 人家打电话的 人家把他一送朋友 被问就是 他把他开的路上祷告 附带全时间做祷告者 我也希望在将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 兴起全时间的敬拜 你自保睡醒 第一件事情就拿着去打敬拜 附带 附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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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样的 大伟看重 敬拜到一个程度呢 大伟 兴起了 四千的 夜守 一个 288的 歌手 来敬拜 我们 希望一些教会 要看到上帝的同在 要 张荣基的教会那么大 张荣基的教会 那么复兴是因为 他有二十小时的祷告上 职业不停有人在那边祷告 所以希望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祷告 祷告的 专 专 祷告的人在那边祷告 就在聚会当中 还是有人 就是在聚会的时候 他还是有人在那边的祷告 为所有的聚会祷告 教会永远是不会够的 如果祷告和敬拜 所以敬拜和祷告是必须 跟在教会里面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 大伟 教导他的子民 神必以百姓的赞美为居所 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 神就住在我们的当中 神很喜乐神 神是一个喜乐神 喜乐到他 人的赞美 人的敬拜 人的敬拜赞美当中 来成为他的居所 当地住在那里 当地不喜悍 坐在他的宝座上 当地喜悦 走进他的百姓里面 赞美歌声 敬拜的歌声里面 成为居所 所以敬拜的 你要神的同在吗 你要常常的敬拜赞美 不要等礼拜天才敬拜赞美 你在车上放心里 跟着心里唱 也是一种敬拜 你去那里 你很把一首歌 你熟得 仔细 我看你领敬拜的 我就知道他生命当中 常常用哪首的敬拜 你看今天他领的敬拜 那个什么 祝啊 现场莫星 我现场莫洛基 我跟你讲 几乎是每一天都有这首歌 这是很拿手的 因为这是他 变得到一部分 还有那个 什么 神高阳 这是他常常敬拜 是吗 对吗 我知道了 我从你的敬拜 知道你是敬拜的 没有的骗 所以你要 你要选一两首歌 是感动你 你也能够觉得 你唱的首歌 是特别很耐心的 你就把那首歌 常常把它唱起来 背起来 常常唱 成为你生命中的那首歌 每次 你知道我也有一首 我生命中也有两首歌 一两首歌 每次 每次 你唱到那个歌之后 我就留院了一个 毫不 不能自由的 不能 抵挡的 每次唱到那首歌 那个字的时候 我就留院了 那是感动的 请问你 信仰耶稣 那么久 有什么歌 是你 特别感动的歌 周华健唱 有没有那一首歌 人家世界的人 都有想到一首歌 特别想到爱人的 那你有没有一首歌 特别想到爱神的 那应该思考这事 你要思考这事 你要思考这事 想听到什么 如果有了 常常用那首歌来敬拜神 那你就会感到 感到神的同在和神的爱 在里面 大伟建立了这个章目 然后呢 并且创建了敬拜的新秩序 二十小时不断的敬拜神 然后祂才出去制服周围的仇敌 将一切悲鲁的带回 预备新生带来建立神的果 你看到大伟有这样的事情 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如果你想在你的事业 在你的生命当中 Excel 就是出人头地 宇宙不投 你要学大伟有 很多 以色列历代历朝的国王 只想打仗 只想为上帝建立祂的国度 越过昌越大 大伟做道种 祂先建立和神的同在 祂和神建立这种的清日国际 所以祂才出去打仗 很多人做道种 一直想去扩展祂的领土 扩展祂的事业 扩展祂的工作 忙得还开OD的 可是大伟今天 就是基本上是道种 他先建立了新的敬拜的秩序 他建立了新的敬拜的系统 然后才想到去打仗 扩展祂的秩序 当他带着 你知道吗 大伟的军队是不同的 和其他军王不同的地方在那里吗 很多人打仗 是带着勇士 是精兵走在前头去打仗的 大伟的军队是由他的这些唱歌手 这些夜手走在前面的 欢呼 歌唱 赞美神在在前头 意思是说 我今天来这里打仗 不是我自己来这里打仗 我今天来打仗是带着耶尔伯 耶尔伯的名字 为耶尔伯来 所以他们一直打仗 难怪他身边有很多的 四百个勇士随着他 他那边有秘诀在那里 成功的秘诀在那里 不讲成功学 我们不讲你成功学了 所以圣经没有教导成功学 但是圣经的确有教导我们如何成功的秘诀 不要只想扩展你的事业和你的学业和你的工作而已 你要懂得先建立你跟神的亲密关系 和神的同在降临在你身份中 你出去的时候你知道 我不是一个人 上帝以我同在 阿们 所以我们直接看下去 接下来 我们来看 大家讲两个詹目的分别 两个詹目的分别 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两个詹目 第一个就是摩西所建立的詹目 摩西在西乃山 上帝看到异象了之后 上帝分辱他之后 他根据上帝给他看见的那个摩西 来建立一个叫摩西的账目 大尾现在又建立另一个账目 The Temanaker of David and the Temanaker of Moses 那么摩西的账目和大尾的账目的分别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 我们来读这段基本 你就明白了 一二三 第二麦子后又有一层账目 叫做至圣所 至于一个层账目 唯有大祭司 一年一次赌制进去 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的耐心 而挫着建立 这就是摩西的账目 摩西的账目的特点就是 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神的同灾不了 而且要先要带着血来献给上帝 然后他有分外院内院和自圣所要分帆道 可是我们看到大尾呢 大尾做什么呢 大尾的账目是可以随时随地走到神的面前 就是说他撇除了外围 撇除了外院内院 直接能够放业贵的地方 大尾的账目只有一个物件叫做业贵 神的业贵 就是说呢 大尾把敬拜简单化 而注重在敬拜而赞美而已 大尾把人啊 把百姓带到神的同在里面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随时随地啊 都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为什么大尾的账目比摩西的账目更重要 为什么圣经只有讲重建大尾倒他的账目 不讲重建摩西的账目 因为大尾的账目代表着神的同在 因为大尾的账目充满有神的存在和神的荣耀 摩西的账目神的荣耀只在那个圣所里面 隐藏不能人 百姓不能随便看得到的 百姓 百姓完全看不到业贵 所以看不到神的同在 但是大尾的账目啊 是所有百姓都能看到业贵 又能够看到神的同在 也有看见神的荣耀 如今上帝接着大尾做了一件新的事情 大尾的账目的特点 不需要慢止遮烟遮盖神的荣耀 人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 大尾在做什么呢 大尾将隐藏业位公开了 就是说大尾将神的同在显明给百姓看 以前要一年一次才能进入自圣所 以前要很隐秘要只有大祭祀 进到自圣所才能看到神的同在而有料 大尾的账目是公开给所有的人 都能够享用能够经历能够体验到神的同在而有料 大尾不仅是一个君王 他也是一位敬拜者 因为他非常恳慕神的同在和神的交通 Amen 我们来看 最后 他要讲敬拜的代价 敬拜的代价 集中无比的奉献地 集中无比的奉献 大尾做他的王袍 大尾做他的王袍 创建敬拜的新秩序 创建敬拜的新秩序 创建敬拜的新秩序